百万组屋,千万咖啡店,怎么到处变成乌节路区啊,张大哥有感的发 绑而组屋变成垃圾场啊,哇,一看这个新闻呢,就以为是工人党的地方 七层受访者认为工人党来接大选表现一样成功,政党政策双小炮,对而不休开讲业,张大哥直播世界 OK,正式跟大家开讲,然后谢谢55个人按赞 谢谢网友们,跟你们打招呼 Sandy Zhu,曾经是会员 张大哥,网友们,大家晚上好 Ang Hing Ning,张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 Xi Hui,张大哥,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Justin,曾经是会员,你好 Minio Ho,晚上好,Alan Lim,晚上好 El C Leong,晚上好 许弟兄,晚上好 听说你们那边有这个地诊,但是跟你应该没关系 Sandy Zhu,保重 跟El C说表重 Sandy,谢谢 好啦,没事啦,没事啦 一定会胜过这个疫情的 我希望你们没事 我们进入,直接进入课题好不好 进入课题是 先经常讲确诊 就跟大家讲 还有8万位60岁以上的年长者 尚未接种追加剂 60岁以上的年长者 还有8万 我不想问 我希望我的网友们 最少也接种两只嘛 对不对 还没有接种追加剂 就是说第三只没有接种 希望大家真的要去接种 因为下一 多一两个月就是新一波的奥米克隆疫情 但是如果你有接种追加剂 你就不用担心 他说两剂疫苗不足以抵抗 人们必须接种第三剂 即基本接种程序的两剂 加上最佳剂 我们现在是那种 基本的 没有做基本 接种程序的两剂 疫苗的60岁或以上者 感染后 进加护病房或死亡的概率为 每一千人有40人 不要开玩笑 蛮高的这个几率 会重伤或者是死亡 如果你完成 完成两只 两只却没有打追加剂 你的死亡概率是 每一千人是10人 至于以注射追加剂 概率降到每一千人 中有三人 低了超过三倍 所以张大哥是属于 这种一千人 有三人 如果染上的话 可能会重伤或者是死亡 所以 几率就越来越小了 我要收回我从前讲的一句话 我从前很喜欢讲一句话 就算你 只有1%会确诊 你算起来你只是那1% 我完全收回 为了我们老玩家好了 真的 几率还是很重要 不要说 行事的东西 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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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人 四十人 就相达 一千人 四人 就相达 一千人 有四十人 有四十个人 为死 为伤 一千人 三个 谁伤 不一样 所以最重要 我接三支 两支 加一支 追加一支 就对了 我打三支 就对了 我打三支 我打第四支 我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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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下一轮 欧米克兰 不需要内响 你不知道下一轮 我准备 两支 要准备 我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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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决定 决定去打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东西是 今天突然 因为看到我们的网友 确诊 因为我不懂他 你 请问你 你有接种吗 你接种三支 是吗 是不是接种三支 希望你是 等一下 没问题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不好意思 有吗 你有写吗 恩斯文晚上好 所以 希望你 你的病情怎样 如果可以透露的话 写出来 我们也可以 为你祈福 为你祷告 好不好 现在我们再看下一个课题 乌节路 千价不属于灵里 很奇怪 前几集 我讲的影片当中 就是谈到咖啡店 好像是上一个影片 四千万 丹本尼 四千万 另外一个哪里 两个四千万 咖啡店 我都说 这样下去哪里可以 一定会影响 整个灵里 这些老百姓 这些老百姓 要打包 要吃 那个是 饭 那个 摊饭一定会 起价 他们没办法 必须起价 结果今天的社论说 乌节路 天价不属于灵里 很有意思 有时 每次看社论 今天的社论 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益顺 昨天讲的 他说 今天这个社论讲 益顺八十一决 八十八 一家咖啡店 近日以四千万元一手 扯价高达九千三百六十一 远超过一些乌节路 大价六千多元的扯价 刚在今年四月 当被年二十一决 二零一 咖啡店也以四千一百六十八万 一手 扯价月六千四百一十一 一个扯价 高达九三六亿 一个高达六四一一 同样达到乌节路的水准 邻里主务区的咖啡店 年纪借年以高价短手引发 议论 议论 热议 所以我不是说咯 会不会记者看我 他们会看的 都变成社论 不错 如果是因为我 但是我也不认为因为是我 但是也可见我 关心整个社会课题 我的触觉蛮快的 我的反应蛮快的 果然今天社论 社论就是很重要的 他说这个现象如果成为一种趋势 对民生影响 不容低估 值得当局和社会大众关注 我直接跟这个自政党的政府讲 一定要采取行动 对不起啊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个比你在黄金的那些什么 单用八干啊 什么地方啊 卖主物啊 然后十年不能够卖啊 更严重 更严重 但是你可以规定 对不对 你还是可以规定啊 这些 就算是主屋区的咖啡店 就算是你卖的 你还是可以规定条例啊 你还是可以插手啊 为什么你不可以插手 你现在这两间卖到四千多万 你要不要来第三间卖四千万 第五间 第六间 第七间 第八间 第九间 第十间卖四千多万 然后每一个饭菜啊 每一个人 吃一盘菜 饭都要五块打底 咖啡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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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块钱一杯 你是不是要把新加坡变成这样 我不是说你变成啊 这个趋势已经这样了 有没有搞错 这种都是乌节路咧 一下子整个新加坡 一顺这种地方咧 都变成乌节路 Dambani这种地方 也变成乌节路 现在不是讲Danyumbaka咧 的组屋区咧 我不是讲Carton的组屋区咧 Carton有没有组屋区 不是讲红帽桥的组屋区啊 后港的组屋区 Dambani一顺 比较郊区的组屋区都已经 咖啡店可以卖到四千多万 整个情况是很糟糕了 你看啊 如果你又是慢半拍 好像恐龙的反应啊 不对的 我觉得应该要插手 因为这种转手易手 你还是能够插手的 不要跟我讲你不能够插手 总是有办法嘛 你们就是很厉害的想办法了嘛 四千多万加税 什么税都好 你现在这两件是没有办法 不要让人家有第三件 第四件 到时老百姓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我今天就看到Mountain那条路 有一个厨尊厨尊很出名的 叫人家怎么做厨师的 好像是那些特别的人 不懂事 我不清楚了 总是不是一般人在那边学习做厨师 他们每天呢 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 下午四点到五点免费饭喝 你可以去领取 你看到老人家这样 推坐那个车这样去领饭喝 你认为他们会 以后会去这种四千万的咖啡店 去打包一包饭吗 不是啦 我们的情形不可以这样 老百姓的地方 我觉得是可以改变的 我其实蛮欣赏政府的一些改变 就像我们的这个 我住的这个主务区 无人ring road 这个ring 你把它改成 乐林区 乐林交通 有乐林的交通圈 有路 弄得窄一点 车速限制到剩下 每个小时 三十还是四十公里 你就是可以改变嘛 你要改变 你一定要改变 一些咖啡店这样的转手 你一定要改变嘛 我不懂你怎么改变啊 但是这种趋势是很可怕的趋势 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把咖啡店卖得这么高呢 利润这么好吗 因为没有人 因为大家都 老人家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家里煮 只有在外面用餐 年轻夫妇 看准这一招 结果他卖的 结果他们 真的是我所讲的 将来这些 这些炸菜饭 真的卖的比麦当劳的快餐还贵 他说 由于全球进入通货膨胀 短期内看不到见缓的急事 本地百物 价格膨胀 民众生活压力加大 作为贴近铃声的咖啡店 相继高价一所 难免会引来是否家具熟食 价格水 涨船高的担忧 难免 什么叫难免会 肯定会 过去的经验表明 一旦咖啡店专修翻新 业主随后就必须提高 摊位的租金 摊主也只能把增加的成本 转接给食客 如今咖啡店已超过 无节入扯价的情况 转手 消费者必然承受 熟视起价的后果 食客仅是受影响的一个群体 另一个群体是咖啡店营业的小贩 小贩也是辛苦啊 当然啊 他们如果难以销售 新业主把租金大幅度调高 只能被逼搬迁到其他地点营生 或者干脆结束营业 一些美食或手艺恐怕就会因为 失去熟客而就只是传 新加坡刚在疫情期间 成功申请让本地小贩 文化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名录 有历史的小贩因 高电租 停业这一遗憾 相信会让国人难以接受 我都跟你讲了 你搞什么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升这个提升那个 咖啡店要弄干净 又要装修 这些没问题 这些是卫生 问题你可以转手转到这么高 接下来食物要多高 他说小贩中心 咖啡店跟小贩中心和巴萨一样 存在的目的是 为了服务主屋去的居民 这一个理由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 希望获得家廉物美的美食 现代人家庭规模变小 单人住户树木鱼 日即征 不容易在家里射火时 居民一至三餐外食的 概率越来越高 其实居民如果是年轻夫妇 你楼下的咖啡店 几千万卖的东西贵 他们还可以去别的地方 我指的是那些老人家 独居老人也好 比较年老的家庭 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辛苦的 而且会对中低收入群体 道成冲击 他说所谓在商员上 纯粹以自由市场 架高者得的规律审视 餐饮集团根据自己的需要 竞争咖啡店本身 并没有值得非议的地方 谁讲没有值得非议的地方 你就让这些餐饮集团 笼络 他们有钱 可以标高那个价钱 所以一般的小型的那种餐饮 单位就没有办法竞争了 所以呢 每个都走霸机 走连锁店 小的就很可怜 这种叫做没有值得非议 这个就是非议 这个就是造成整个的自由贸易 在弱势 弱肉强食的情况之下 一些 规模小的就会被淘汰 就好像炸货店的生意 很多都已经没有办法做了 后来就被这些大商场 Megachart Megastore Megamarket 取代 后来有一些变通 好像一些都在组务区 但是他们也是连锁的 我们知道 几个超商也都是在组务区 设立设立也是连锁 但是那种家庭式的 炸货店已经没有办法生存了 书店也这样 什么都是这样 这个 没有什么值得非议 这个就是值得非议 没有保护这些弱小的 奇怪的 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口口声声 我们要保护弱小的民族 种族 我们要好 这些都是好事 照顾他们这些小 少数民族 好 生意也是一样 你也要照顾这些小炸货店 中小型企业 你有照顾他们吗 这种趋势下去 你连一个摊主 一个普通的咖啡 摊的摊主 因为业主这样起高 如果他本身只是一个小摊位 他根本没有办法竞争 连这种摊位 就以后变成年锁 就是年锁店了 出名的 全部卖 叉烧面 就是同一个老板 他在新加坡 可能有十几个咖啡店 都只是经营 文吞面的摊 那种单独的 没有办法生存了 这是有问题的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不懂 不懂 我觉得社会这样的复杂 这样的复杂 这样的竞争 这样的 老百姓 真的我不懂 所以 希望 这个社论 提出来之后 政府 有办法 有办法 他也提到一些事情 地铁公司 地铁公司 从股票市场 除拍的做法 按照商业模式 地铁公司 确实为股东 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但是作为服务 千万市民 出行的公共服务 地铁公司 为了盈利而削减 维修经费的做法 最终导致 一年内两次 深渊的大汤 他是只从前的SMRT 后来就 他说同样的道理 天价咖啡店自然不属于主物邻里 咖啡店既是商品 也同是 也为公共品的性质 根据自由市场的商业和 资本逻辑 天价转售费没有问题 餐饮集团 或是为了在通货环境里 保持高价收购咖啡店 还是为了提升属下 所有咖啡店的资厂价格 而这么做 反正都有其道理 但是 从民生的角度来看 天价咖啡店 显然违背了服务 居民的初衷 说得好 他说 既然有咖啡店已经作为商品 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政府不易 不易之介介入 但民生的生活负担 同样是必须正规解决的问题 政府就有必要确保 咖啡店 小贩中心等 服务居民的初衷 不遭市场的规律扭曲 他都讲扭曲了 你看 作为独立 业者的小贩生计 不会因为集团 带来垄断性的操作 而受到伤害 你看张大哥都讲 我还没有念 都已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地铁公司和黄金地段 组务设计的例子 证明 在市场的基本逻辑 供需定价外一些 这些攸关公共共 共散的事物 就必须是无价的 所以我觉得啊 主务区的这些咖啡店 应该在有一定的 条例之下 要约束他们 把这个主务 咖啡店 这样的 转手费 提高到这个地步 这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 这个费用的提高 肯定影响 将来 这些饭摊的租金 最终 就嫁祸在 我们这些老百姓 一定要处理 你问我什么办法 我不懂 因为我不是专家 但是 我真的 觉得 不对了 好不好 所以希望 有关张机会处理 绑额新主务区变成垃圾 居民忧火患 滋闻 其实我听了以为 我有点担心 他说 新建的主务底层 成为垃圾厂 居民刚搬入新区 就担忧火患 或者是 衣闻滋身的问题 在哪里我们就不要讲了 反正是在绑额区 大牌657A 的垃圾厂 已经停车场出路口 堆满了垃圾 他说 飞机的木板 推满了蓝色大型垃圾桶 四周可见家具 装修材料 建筑材料等堆积在底层 空地有如大型垃圾 应该是新储物的装修 我要给时间 虽然 不是工人党的地方 但是我要讲公道话 可能需要让承包商去处理 他说 那种情形你们大概知道了 就是很多 市政理事会已经安排 承包商处理垃圾 他说原本负责 承包商之前安排的垃圾 集双箱 不过却在 不过在本月初的没有通知情况下 突然撤走了六个大型垃圾集装箱 导致垃圾无处可安置 本报已经向有关承包商发出询问 所以我跟你讲 这些承包商有一点过分 撤走 因为别的地方刺激 这些承包商 为什么 可以让他们标那么多地方 做所谓的清洁工作 但是他们做不到 他们没有办法达标的 这些应该要处罚的 市政理事会还是有关当局 一定要去让这些 因为那种垃圾 你为什么撤走 本来你就垃圾不会乱乱丢了 你没有垃圾桶 当然垃圾乱乱丢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他说许多装修商没有安排回收清理服务 反而贪图方便将大型垃圾或废弃 下去丢在主屋底层 你会这样写 你会这样觉得 据了解 那那个城包 那个市政理事会 就要派人去取缔吗 你那个市政理事会里面 养了一群人 就是要去主屋去损事的 你知道有这种事情发生 你就要去准备去 对不对 对付他们 给他们 那个处罚 奖励大堆 有没有用 要去做 他说记者走访 看到至少有四五组 装修商进出电梯 连记者都看到在你市政理事会的人 为什么没有去处理 为什么不要ambuse 埋伏 有乱乱丢的 当场抓他们 罚款 为什么不可以 奇怪的 有时候我觉得 全部躲在冷气房里面 做什么 去寻 现在有人complain了 而且新的主屋 都是有这种现象的 所以基本上 市政理事会 就是应该要去做 所以我相信 这个是 是宝尔巴斯利区的 是不是 好像是 巴斯利 宝尔市政会 巴斯利 宝尔市政会 跟 上岗户没有一起 没有 这个是谁的 好像是 国务资政的选群 好了 不要紧 他们好好去做 总之要去采取行动 灯那巴斯上面 就不好看了 想当年 我们的老族女说 后港 不选 人民行动党 你们的垃圾会 推到七八成 因为有从前的垃圾桶 就在我们家的 那个厨房里面 你看 他的话应验了 不是应验在 应验在自己 自政党的选区 是有点丢脸 对不对 我也不希望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有发生你就要去做了 刚才我就看到题目 会不会跟胜港有关系 如果有的话 就大做文章 看来这个报导是很好 就是论事 对事不对党 对不对 不过你自政党 你还是要 有一种名声在那边 因为从前就是 要反对党管理的地方做不好 在野党管理的地方做不好 现在你看 是不是 所以跟你讲 讲话 集体性和公信 讲话 留一点后路给人 一讲到底 现在你自己发生 你就很难看 这个真的是要去做了 我们也不是幸灾乐祸 总之不好 对不对 中间选民不会喜欢的 我一直要讲中间选民 真的火烧的话麻烦 真的是 OK 今天 还有一个 气承受访者认为 工人党来接大选标 现一样成功 听得很舒服 这个题目 这个是叫做一个黑箱研究调查 你怎么用这个黑箱 黑箱很不急 废弃失事 所谓的黑箱调查 他说生活费和通货膨胀 是第四代团队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题 其实我跟你讲对不起 我觉得有点废话 你问每一届的政府 不管是第二代第一代第三代 每一次大选前大选后 民生课题就是首要要解决的 选举里面民生问题是很重要的 可以帮助你提高你的选票 也可以让你的选票一夜之间没有掉 所以他说生活费通货膨胀是第四代团队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题 也没有错 他说生活费和通货膨胀是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玄才领导的第四代团队 接下来要左手解决的首要课题 调查显示 每10名新加坡人当中 有9人表示通货正在以某种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 37%认为通胀对他们造成显著影响 张大哥也真的觉得 手头上的那么一点点的 准备给退休用的钱还没有真实的用 还没有真实的话已经觉得没有多少 哇真的是可怜 真的以后看到张大哥每天都要吃快餐 看看他们有没有one for one 有没有什么offer 搞不好张大哥和张大姐真的要去排队 去看看有没有人给免费的午餐和晚餐 哎呀不知道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也是真的愣 他说这个本地咨询公司黑箱研究 Blackbox Research 三个月访问758名 年龄在2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 其实我觉得700多人有什么好讲 真的啊你做一个黑山 一个research company 你只访问758 张大哥一个小小的直播客 六千个的那个subscriber 我做一个问卷 都有六十个人 都有六十个人回答 你没有超过一千五到三千都不算的 而且你在年龄层20岁以上 然后你758 你这样的年龄层 每一个年龄层的代表人数是不够的 好过没有了 他说了解他们对王勋财 确定为总理接班人的看法 以及他们接下来的面对挑战 他说新加坡人的助力已经转向物价和日常生活 因为疫情已经减脆了 被问济新加坡如今面对最大的威胁 受访者认为通货膨胀26% 仅排在生活费33%之后 有没有影响他们通货膨胀跟这个生活费 只有10%的人认为影响很小 54%表示造成一定的影响 37%认为影响很显著 现在有66%的受访者担心付不起房间 因为利息要增加 我两个孩子 当然他们的房子也就担心了 但是好像是用公积金还 信款不多就还好 但大哥就脱离这个苦海了 他说通过对新加坡人造成最大冲击 五个领域人为汽油费35% 水电费34% 超市开销28% 四格盒咖啡店27% 会影响汽油费就是造成那些货车的开销大了 东西也会涨 水电费当然直接影响了 超市的开销也影响到我们 咖啡店是得 就是尽量少去那边吃了以后自己租咯 而四和四道车可能完全都不做了 其实也要看到张大哥坐出租车都难了 真的吗 你退休你 你有心